你真是将业的将人 这就是老崔说你活 什么 我不是活 你不是活 你是人我知道 由于老外手里掌握着重要情报 于是我党便决定将他送回根据地 可因为沿途有着大量的鬼子少家 组织只能将护送任务交给二林 你要做的 就是要利用你弟子这条走私线 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根据地去 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二林便带着老外找到三弟 想让他帮忙把老外送到根据地 可三弟看着眼前这个老外 却不由得担心起来 就这价价 让田桥人堆里边一拔就耗出来 怎么擦怎么送 二林知道三弟的鬼点子对对 于是便以五百大洋为报酬 让三弟一定要答应这趟差事 在一番思考过后 三弟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手下却突然来到仓房 来了几个日本人 说是科高科的 可不能让高牧知道 我跟大鼻子在这 此时的三林骑虎南下 但也只能先将二人藏起来再说 可偌大的仓库全是货 只有过到最显眼的木箱 勉强能塞人 为了不被高牧抓个现象 二人只能在里面将就一下 随着钉子的西树落水 高牧也带着鬼子来到了仓房 并且还用目光扫射着四周 三林本想拉他去楼上喝茶 但却被高牧一口围剧 因为他注意到了桌子上的日本酒 这说明仓库里面肯定藏着其他人 于是立刻让手下展开地毯时搜索 而三林也趁机解释着货物的合规性 可高牧听闻却根本不相信 并且表示如果查出可疑的东西 就要把他请到皇军那喝茶 然而手下把仓库搜了个底朝天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但高牧却突然注意到了眼前的箱子 于是他便拿刺刀将上盖挑开 剑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不死心的他便准备检查下面的大箱子 这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二林集中生智的拿出黑布 以此来挡住高牧的视线 再加上仓库灯光的昏暗 这才让高牧没有发现里面藏着人 能放在表面上的东西 一定都是没问题的 哎 实际里面真没什么问题 都是皇军用下来的一些零碎 那挣点心子去 没有查到任何异常的高牧 便只能灰溜溜的带队离开 但经历此事后的三林 却对此趟任务表示拒绝 于是二林便再次约谈三林 表示事成之后还有五百大洋 人是本人给你一千大洋 给我五百 子眼露五百 二林赶忙岔他话题 反正倒是不会少他一块大洋 而三林为了安全起见 则提出给大哥两百五的报酬 让他再跟自己走一趟押育 在金钱的诱惑下 大哥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并且还在里面放上臭鱼烂下 以此来混淆鬼子的事情 可就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 少侠的鬼子却要求开关检查